各位品審的老师好 我们的题目是 大气就是碾水库 环保吸水薄膜 水支援短缺的问题日益严峻 就连经常下雨的台湾 也不可避免地经常面临这个问题 目前主流的取水方式 大多都是依赖天然水源的供应 但这个方法在一些干燥 少降雨 离海交远的国家 可能没有办法依赖这个管道取得水源 所以我们就想制作一个能吸附空气中水气 并将其转换成水分的一个产品 这样就能有效填补 天然水源的不足 以下是我们制作流程 首先将70度的热水加入模绿粉 再倒入氯化里搅拌 最后防入墙冰甲气纤维素之后再搅拌 并倒入模具烘干而成 以下是我们产品在市面上贩售的样子 盒子两边各有一个开口 要用时将两侧打开 就能开始吸水 盒子的外表呈现黑色 在太阳底下 可以吸收阳光的热能 加热脱水 接下来是我们产品特色的部分 本薄膜是由磨绿粉作为膜的本体 磨绿粉又叫蒟蒻粉 它在紧细环境下会形成胶状非常强韧 而绿化里是高下的水吸附剂 它可以用物理和化学两个方面进行吸水 强冰甲气纤维素 它在45度C以上 它会从清水性变成出水性 帮助绿化里的脱水 我们产品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可以重复使用 吸收石灰干燥剂 绿化干燥剂 一般都是使用完就是要丢弃 但我们这个薄膜 可以看到左边张图 我们在多次的测试下 它性能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它是可以持续进行吸水的 可以重复使用 而第二点 脱水温度低 速度也快 一般要将绿化里脱水 或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加热 看到左边张图 我们这个薄膜是绿分那条线 它跟绿化干燥剂 它需要干燥剂比较的话 刚开始它吸水量是特别高的 经营持续的加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它虽然一开始吸水量大 但是后来它脱水的速度 比两个明显都还要快很多 第三点 我们薄膜吸水量大 在正常情况下 它就有超过自己重量一倍的吸水量 而且 这还不是文献中的最大值 如果我们持续加入绿化里脱最大值 我们的吸水量 应该会有明显的上升 接下来是和自售干燥剂比较的部分 我们发现我们薄膜是可以使用的 吸水率也比其他两者都高 吸的速度也是两者之间最快的 脱水耗也是两者之间最低的 价格也是相对便宜的 以下是我们餐并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 我们拿到之后 我们可以将盒子的两侧侧翼打开 让空气流入 它会开始进行脱水 记得 要放在密闭空间中 放在开放空间中 它会吸收大气中的水分 很快就达到饱和 再来就是放在你需要干燥的地方 尽量是放在密闭空间中 第三个 吸水 我们薄膜虽然吸水快 但是不代表它吸水的量少 它吸得量很大的 它可以用得又久 吸得又快 最后一步是脱水 我们可以用烤箱100度 不用5分钟 它就会完全干燥 也可以使用日晒 比较节省能源 接下来是未来展望的部分 首先是不同湿度下的性能 我们用不同颜类的饱和水溶液 控制密闭空间中的湿度 放入薄膜一段时间之后称重 并测试其吸水的性能 再来是降解能力 我们将多次使用后的薄膜回收 洗出薄膜中的氯化泥 确定没有氯化泥残留之后 将剩下的薄膜减碎并埋进土里 数周后观察薄膜的降碱状况 并测量土壤的酸碱度 再来是不同的吸湿盐 我们将薄膜中的氯化泥 替换成其他的吸湿盐 并比较它们的吸水和脱水性能 最后是抑菌能力 因为薄膜中有高浓度的氯化泥 会让细菌脱水 使细菌不易生存 让薄膜拥有抗菌的能力 我们将薄膜放在阴凉通风处 数周后用冷光影检测细菌的数量 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薄膜是拥有抗菌的能力 我们的报告到这边结束 谢谢评审